垃圾車的後車斗冒煙了 消防局緊急出動前往搶救 不停朝著垃圾車射水 車子裡的垃圾燜燒 只好一把垃圾倒出來 才有辦法滅火 頓時間整個地面上堆滿了垃圾 消防人員一一灑水降溫 24號晚間9點多 資源回收車行進翠華行將入口時 突然冒煙起火 還好及時發現撲滅 清潔隊員最差原因 發現應該是還沒有用完的 高壓瓦斯瓶惹禍 瓦斯罐有這個燒焦的痕跡 在垃圾車壓縮的過程 就會產生高壓 摩擦 然後會引起火花 如果回到資源回收廠做分類 因為在高溫的環境之下 那麼也可能造成一些起火的危險 一定要將裡面的氣體排空 會有瓦斯味啊 有味 有啊 環保局人員當場示範 壓住高壓氣瓶的噴嘴 就可以將殘留的氣體排空 不過安全起見 最好是在空曠的地方進行 環保局強調 高壓回收瓶罐 像是瓦斯罐 殺蟲劑 噴漆 髮膠罐等等 務必將罐中的殘留氣體 完全排出 再丟到回收物中 並在回收時提醒清潔隊員 以免釀災 TVBS新聞